謝謝大家 其實我是做網路行銷 那因為為什麼想來分享 其實我做的事情 我跟阿鋒講 阿鋒就說 還有這種事 我跟月亮講 月亮說有這種事 然後我跟很多人講 他們說 你的工作這世界上原來做這種事情 其實網路行銷分成三塊 第一就是導流 你要從網路上面找人來 那你要找他們去哪裡 你要找他們去看 你準備好的東西 那東西就是內容 那我們公司 最擅長的是做內容 那看完內容以後 會產生什麼行為 可能就會去買東西 可能會去做一些事情 那我相信大家在 書店 網路 到處都會看到 有人跟你講 甚至很多書 什麼說故事的力量阿 然後很多人跟你講說 講故事可以改變世界阿 其實是可以 故事可以賣錢 真的可以賣錢 我們公司就靠 賣這個東西為生 那故事也真的可以改變世界阿 其實在我們 所有人的腦海裡面應該都會 有一位老祖宗 這老祖宗大家一定認識他 那我認為他是很早以前就開始說故事的 說達人接人 那他也確實改變我們 中國人的世界 也殘害了我們的成績喔 這就是孔子 那其實孔子他 論語講的就是 兩件事情 就是兩件事情 就是 你對下要留理 對上要留理 對下要有人 對上要留理 那 你們想想看如果今天這個孔子 他不是用論語 這個東西他去包裝 他要 散播的理念 他整天碰到人就跟你講 做人要禮貌 你那個 對下面要有人 要好好善待你的員工 你只會覺得他是一個囉嗦的老頭子而已 就是一個非常囉嗦的老頭子 所以說他為什麼會需要 這麼幾百個幾千個故事 去包裝他的思想 因為這樣才能夠傳播出去 那 如果他不這樣做的話 就會像這樣 很多商品他們其實 很多品牌他們這樣 先別說這個 你在跟他談得好好的 他就跟你講 先別說這個你有沒有聽過 安 那 這樣子 你在網路上面你要跟人家溝通 你不跟他講故事 是很突兀的 這件事情是非常突兀的 你突然 別人在 比如說一個PCT討論版裡面 討論得好好的 那 突然就有人跳出來說 我跟你講那個產品超讚的 這就像今天我在焦點 我碰到人就跟你講 我超帥 我跟你講我爸超有錢 我跟你講我工作超棒 你一定會覺得我很討厭 你不想要跟我當好朋友 那我把我的故事拿出來跟你講 我可能跟你講 欸我小時候怎樣怎樣 做了什麼事情 我昨天做了什麼事情 我去哪裡玩 那可能我看了那本書 你也看過 那可能我們的焦點就會出現 那我們就可以跟彼此有比較深入了解 其實商品也是這樣 那為什麼我們要幫很多客戶寫商品的故事 因為故事它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它的 它會有記憶 你看故事你會有記憶 像 金補頭銀補頭的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是在什麼時候聽到的 我好像是五歲還六歲 都還記得它 一直會被人拿出來講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沒聽過 金補頭銀補頭 應該都聽過 那 故事它的記憶 重點 會在你腦海裡面留下來 可能那些 知為悉目的事情你會忘記 都沒有關係 你記得重點就好 那 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看到一些東西 你會觸發 你想起來 讓你想起來 那個故事 比如說 你們覺得這個人怎樣 就是一個 愛說謊的人嗎 那為什麼你會說他是愛說謊的人 因為 長鼻子就是小木偶 你看到一些東西 你會想到一些 一個故事 那 這個故事如果它說得好 它講得好 它在你的腦袋裡面 它就留下印象 那當你可能在某處 你被某些東西處罰 那我們講商業一點的就是 你可能就想說 啊我要去買那個 為什麼可口可樂它會 有自喜歡製造那種歡樂的氣氛 就是因為 你可能你聚會的時候 你就想說 啊我要喝可樂 那個聚會那個氛圍 對可樂來講就是一個 觸發你去購買它的一個點 那我們在做的就是這樣 那其實商品的故事 很多人會覺得說 故事好像要寫得很驚心動魄 好像要寫得就是 非常厲害 其實不用故事就 小小的就好 因為我們賣的故事也都小小的 不怎麼厲害 可是就是一點一滴的 去堆積那些商品的印象 我拿幾個案例分享 不然大家可能就會覺得 網紅跟那個說故事的力量 這些書的做怎樣都在嘴炮了 沒有拿連實際的東西出來說 故事怎麼賣 故事到底可以幹嘛 比如說我們有幫一間車廠 它這個車 它已經在網路上面打了很多廣告 這廣告就是貝娜 然後電視也有廣告 它平面也有廣告 可是就是 它想要再更深入的去跟網友聊 四輪傳動這件事情 它是一台休旅車 那它想要說 我的車是休旅車 可是可以上山下海 那 這東西到我們手上如果 我就在網路上面說 這個車底盤超屌 四輪驅動怎樣 流力多大 我有人想看 那我們要怎麼辦 我就把它開到山上去 我們就為了寫這篇故事 我們就把這個車開到很險惡的山路上面去 當然其實沒有這麼險惡 不然我不會去 這是故意 故意取景取得比較險惡一點 那其實照片很多 我因為愛與華好朋友大小 那其實這其實是一個大概30張照片 大概1000字的故事 在網路上面發 那就是 故事設定是一個人 他的好朋友是原住民 然後他就開了這台車 在風災過後 帶著物資上去陪朋友回家 順便去玩 那 在網路上面做這件事情 其實很好玩 你可以看到網友的反應 那這白白還是因為 其實我們客戶是不能曝光的 不然你就知道是我寫 那 你們看到網友的反應 像這個他就 他會拿吉普車來跟這台休旅車比 他說這台車 這網友的反應不是我們說的 他說這台車的載貨量比較大 比吉普車的實用 在台灣 這樣子 那這是車子 那 還有一個案例 就是二手術 因為我認識那個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Tate 我認識Tate的老闆 他就幫他打一下廣告 他們的二手術真的可以買 很便宜 那如果你要賣二手術 你用他們家的APP賣 也很方便 那 這個可以講是因為 這是我自己 個人幫他寫的 沒有收錢 所以我就可以講 那他們當初推一個APP 那APP就是用來賣二手術 那 我幫他們寫是 一開始 我在我家樓下看到 有一堆二手術 這故事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說 身為一個愛書人 書被丟掉是很可惜的事情 確實要握一千多本書 那我就把我自己的 書櫃裡面的一些我不要的書 大概清除 一百五十本來 那我就把這個過程拍下來 然後順便教網友怎麼使用這個APP 然後他說 你看 我把這個 我用這個APP賣了書以後 我確實可以收到 這麼多的錢 而且賣得很快 對我來講是非常方便 你把這種小小的故事展現給網友 他們會給你回應 很多時候商品在那邊只是 你不知道他在那邊 你不知道他可以這樣用 可是當有一個人跳出來跟你講 他可以這樣用 你就會得到很好的回應 你看 因為我這邊POIPT 又全部都推啊 很多人就說 原來塔塞可以賣二手術喔 啊我也要賣二手術 二手術是這樣子賣 甚至我收到很多的信 很多的信來問我說 那個APP要怎麼用 那我就教他們 後來我就跟那個 那個張天立講說 我應該要收你錢 那其實像這種APP 你也可以用講故事的方法去推 我們公司接過各式各樣奇怪怪的東西 基本上你們用過的東西 我們可能都有幫他寫過 甚至說焦點 我也幫焦點寫一篇 那其實那時候是為了結合一個簡報器 那之後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簡報器換這個 為什麼 為什麼簡報器換這個 那其實那時候我之前一個簡報器常常合作啊 那我就說 我幫你寫一篇文章 然後換三個簡報器 然後就拿兩個給他封用 那其實是 這個故事是以焦點一個義工的身分去寫 講說我們需要一個簡報器 那簡報器是必須可以使用者 他可以手勢講灰有沒有 他都可以 可以使用 因為故事設定是說 我們講故事的時候需要有很多的手勢 那 我就用這樣子的方法去呈現 順便把焦點給帶出來 那我得到什麼樣的回應呢 結果很多人其實沒有人在關心簡報器 大家都問我說 欸焦點怎麼去啊 焦點是什麼 我可不可以去焦點 那其實我也有收到一些信 有人問我說這個 這個創辦人他是不是在比中子 還是怎樣 然後還有人問我說 因為我有放這張照片 他問我很帥的走路是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很帥走路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隨便抓的 所以其實 故事是可以去引發 如果你要寫故事的話 你是可以去引發很多回應的 所以其實 我相信各位 只要開始動手寫 你都可以 在網路上面 推廣一些你想推廣 改變一些你想改變的事情 只要你動手 就可以了 掰掰 拼命 拼命 因為你看 這就是 一些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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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